红海旗船创办人郭台铭要争取国民党的总统提名征招 他现在还是依旧的在各地勤跑 今天是来到新竹地区早上在新竹市 拜会新竹市议长许修睿 而他中午原定的行程是直接到城隍庙附近以及商圈来走走 不过中午就临时安插了一个隐藏版的行程 就是到新竹市府会见新竹市长高鸿安 而高鸿安过去是他的部署 两人的关系是相当的好 也可以看到高鸿安是亲自到门口来迎接郭台铭 而且两个人罕见的铜框 郭董更是伸出手 要跟高鸿安一起握手留下这个铜框的画面 来看一段现场画面 市长那里里顶郭董吗 我们先进来 谢谢大家 新竹市府会 我们大家领域新竹的下一代发展 我听了他们的建议 我们希望说华人市长能够建议去做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新竹带领来全台湾的经济转型 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制高点 好可以看到郭董头戴花圈 进到市府跟高鸿安市会面 然后两个人大约是聊了半个小时左右 郭董一个人出来 不过被问到在里面谈了什么 郭台铭是简单回应谈了下一代的未来 台湾未来以及府会关系等等 而至于高鸿安在会前被问到 是不是挺郭台铭参选总统 他只有说先会面再说 但会面结束之后 高鸿安是没有陪同郭董一起出来